手下不仅拥有百万雄兵 医术更是超过很多专家 他之所以隐藏自己的身份 就是想要报答小时候妻子对自己的救命恩情 此时老丈人还在担心他治不了病 要他赶快逃命要紧 快 快拿着他 我能救他 也能杀他 我父亲要说什么问题 我又陪他 拿着几根针下去后 老爷子竟然醒了过来 我们在找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你醒了 你刚才吓死我了 我爱你 你现在是怎么样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很痛 你咋还不疼了 副院长听到这话马上跑来邀功 我也就是 我试一试的态度给你医治 没想到 他真治好了 可是不知道实情的老爷子 还一个劲地夸他真是神医 人老板 严重了 医者人心嘛 这都是我给您该做的 你也太无耻了吧 这明明是无道治好的 徐小姐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啊 我可是受邀而来 为人老板治病的 如果不是我 人老板 估计早就没了 那不如你问问人老板 是哪根针灸 然后就有一个 都是你们针灸 怎么清醒呢 刷到视频的朋友点点赞 接下来看特种兵 今天如何收拾这种不良用力的 点击视频左下方链接 观看全部精彩剧情